位於300米高空 橫跨400米峽谷的透明橋樑 你敢走嗎? 這座大名鼎鼎的玻璃橋 位於湾南張家界大峽谷 由99塊透明玻璃打造而成 曾創下多項世界第一 被CNN列入世界上11座最壯觀橋樑之一 作為世界首座斜拉式高山峽谷玻璃橋 建設難度之高 曾令很多團隊望而卻步 與一般圓索橋相反 這座大橋中間無處借力 需要從兩邊開始建設 如何維持橋面平衡 保證施工精準度 是必須解決的難題 最終完成挑戰的 是一個意外年輕的團隊 平均年齡只有28歲 最年輕的成員剛才畢業兩年 他們因此獲得了7項國家專利 因為在設計、創新上表現出眾 玻璃橋在2018年 獲得橋樑界諾貝爾獎 國際橋樑大會頒發的阿塞海頓獎 高空玻璃棧道 近年成為中國旅遊新熱點 各地建造了超過2000座玻璃橋 張家界盆隆崖玻璃棧道 位於1400米高的絕壁之上 晴天玻璃橋 是目前世界上最長的玻璃橋 石牛寨玻璃橋 是中國第一條 亦是全世界第一條全透明玻璃橋 古龍峽玻璃大峽谷的雲天波壩 是世界最大的高空觀光玻璃組合 玻璃平台的玄空長度達到72米 亦創世界紀錄 這些明星玻璃橋 大家去過多少條呢?